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百零八章 真相 二 上期我们说到 有个高人发现了大长路的石化重生术 他就没有破坏 反而口口口说了一句说话 然后在洞穴里面开辟了一条黄泉水 龙龄就说 那个高人除了布下这条河流之外 还留下了一样东西 之后就走了 但是那个雕像呢 他动都没动过 你想不想知道那个高人说了些什么 其实这句说话是高人特意说给我听的 他说 真是溢了那条小子 都不知道他看到这件事之后会是什么表情 嘿嘿 龙龄最后 这两下呢 搞得秦语鬼那么古怪 由一个高人口中听到这两个字 真是太颠覆了 龙龄也有点无奈 他说 你不用怀疑 那个高人就是这么说的 我都是假扮他 我可以告诉你 那个高人的着装打扮 他戴着割布造的头巾 拿着一把白雨线 穿着磕木 听到这句说话 秦语绿大对眼 他想起一个人 历史上这么打扮的只有一个人 就是朱葛亮 是啊 这个是他标准打扮来的 电视都是这么做的 相信很多人听过苏式那首念炉叫 其中有一句是这么写周瑜的 雨线关筋 谭绍间 长老灰飞烟灭 而雨线关筋其实就是魏俊时期 文人的标准打扮 周瑜是愚将来的 自然也是这么打扮的 但是 厄龙先生就不一样 他头上边带着割布 而割布是什么来的呢 他是由上好材料制作而成的白布 在先秦时期 月王勾钱向辅差进贡的时候 当中就有白布 所以割布是一种地位的象征 而关筋是一种青色的尸带 在地位上比不上割布 只不过后来那些人很多都不理解 加上苏式这首词 就红遍大江南北 那些人就以为厄龙先生都是带关筋 就连秦宇自己得到诸葛内经之后 也详细去查过俄龙先生的资料 所以才知道他是带割布的 现在知道那个高人是俄龙先生 他就兴奋了 不过 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 俄龙先生有多厉害呢 秦宇是知道的 当时他就怀疑了 他究竟是不是在五丈园那里过身的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俄龙绝对是超越陆品上司的高人 他学救天人 这个人肯定不可能会无故说 这样的一句说话的 里面一定有玄机 龙龙继续说了 那个高人离开之后 一百年前 又来了两位风水师 这两位风水师 是五品上司的境界 因为误打误撞 来到山洞 而你所见到的那个男人 就是这两个男人其中一个了 他们入到来之后 发现了黄泉水 还有暗渡 后来 还发现了大长老师 在石化重生术的地方 龙龙就开始和秦宇还原 当时的情景 那两个风水师之中 有个人 认出石化重生术 但是呢 他就没有和他同伴说 反而说 这里是一个不祥之地 然后拉着他同伴 就离开了地底广场 后来两个人 又发现高人留下的秘密 但是很可惜 两个人都坐不进去 不过他们没有放弃 商议一番之后 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帮有钱人看风水 把东西搬进去山洞 于是呢 这两个人当中的一位 就离开山洞 帮山下一个有钱人 去看风水 而且 还特意把月位 定在山洞的上面 趁着监督那些水泥工 整墓地的时候 就静悄悄带了很多东西 进墓地 还收买了个工人 把墓地和山洞 直接打通 说到这里 秦宇想起一个人 就是莫永恩得道 那本笔记的主人 他记载 关于他爸爸 是怎样发现山洞的事 不就跟龙龄说得很相似 会不会其中一个 就是笔记的主人 龙龄继续说 两个风水师 一个在上边打掩壶 一个在下边接应 那个有钱人一点都不知道 他原来帮祖先做的墓月 就成为了这两个风水师 联通山洞和外界的接口 于是 这两个风水师 就靠着这条通道 带了很多风水道具进山洞 其中大部分 都是山洞里面的风水师要求买的 而另外一个根本就不知道 当中一些东西的用途 之后两个人就在山洞里面研究 如何进入高人布置下来的空间 不过其中有个风水师 长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 最好不要引起其他风水师的怀疑 因为那个空间里面的东西是很珍贵的 那个风水师一听到这么说 他就难做了 他在他们那里很有名的 无端端不见了一段时间 同行肯定怀疑 于是 他的同伴就和他想了一条招 炸死 于是 那个风水师就和自己的儿子说 说他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山洞 原先按照他的打算 就让儿子在外边 然后他就捐进去 然后他让儿子拉起一条绳 这个时候 他就会将原先准备好的纸 绑在条绳上边 纸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告诉儿子 这个山洞很危险 他已经遭遇不测 叫他不要来找自己了 这条招是另外的风水师帮他想的 而在下来之前 他也和儿子打了个底 就说如果他有什么意外 就不要查这件事了 对外说他病死就行了 将他埋了就算了 后来 那个风水师猜不到的是 他的同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招 但给他 其实是装他瓶的 他的同伴 在洞穴入口那里 弄了一个陷阱 当他进来 就会吸食一种 无色无味的有毒香气 这种香气 可以搞得人温温顿顿的 若然长时间吸入的话 就直接死了 这个风水师吸入这些香气之后 就暈了 他那个同伴很残忍 剁了他的手 然后找出风水师 早前写好的字条 插在他的手里面 计准时间 就拔绳 让他的儿子注意 再将断手绑在绳上边 让他儿子戳上来 龙龄说到这里 秦宇就明白了 他之前的设想是没错的 那个风水师 果然就是莫永恩 得到那本笔记主日的爸爸 所以秦宇当时见到笔记 就觉得很多地方都很奇怪 笔记的主人也很可怜 被自己的爸爸骗 临死了 还以为那个山洞是一个魔鬼山洞 看来那些传闻 都是他爸爸有意无意透露给他的 而那个风水师的同伴 不单止剁了风水师的手 还搞到他吸入过多的香气而死 那就解释了 秦宇见到那条丝之后 产生的疑惑 若然说那个风水师 真的遇到什么得人害怕的事 为什么手断了 还有时间写字呢 而且他条丝 经过莫加那帮专家鉴定之后 是没有一点的伤痕 这一点很讲不过去 现在他终于知道为什么了 秦宇望实龙龄 等待龙龄最后的揭臂 由千足神军雕像入面 爬出来的那个男人 不用说了 就是那个风水师的同伴了 龙龄说 你猜得没错 那个风水师的同伴 杀死了风水师之后 就前往地下广场 他利用前期布置好的阵法和秘迅 竟然令那个大长老 屈死在雕像里面 而自己就捐了入去 代替大长老 石化重生上有一个最大的弱点 你应该看出来的 只要没有真正由雕像里面爬出来 就好像骗子 他是没有攻击能力的 那个大长老 怎么都猜不到 他苦心积累的这一切 到最后 是帮人夹台阶 秦宇说 龙龄 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 既然这个男人不是大长老 那那些巨型的鲜竹虫 为什么会听他号令呢 那些巨型的鲜竹虫 其实是双族人所变的 那究竟当中又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我们留下期继续讲 欢迎你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超品上司 作者九灯和线 由陈家琪播讲 第409章 相见 秦宇说 龙龄 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 既然这个男人不是大长老 那那些巨型的鲜竹虫 为什么会听他号令呢 那些巨型的鲜竹虫 其实是双族人所变的 你刚才见到那些红色的虫 其实是千竹神军死了之后 的巨蟲 那个大长老用千竹神军的巨 来养这些巨蟲 然后再叫双族人死 这种巨蟲 这种巨蟲通过特殊的被发驱动 可以将一个人转化成千竹虫 而那个风水师就被他找到这种控制 丝虫的悲伤 所以那些巨型的鲜竹虫 才会听他号令 以前 地下山洞是有整万条巨型千竹虫 只不过 那个大长老修炼石化虫生神 要大量的生机 这么多年 那些千竹虫时不时 就要被狮虫 吸收所有精气神 再供给大长老 所以现在 只剩下几百条 那就没办法 令到这帮双族人 变回原先的样子了吗 没有了 你这人 已经完全退化 没有可能 恢复人生 好了 我继续跟你说下去 在你上次出院之词 还有一批人来过 这批人 人数很多 但是就没什么高手 山洞里面 很多震发 有些是大长老暴落的 有些是那位风水师暴落的 作用就是 为了保护 他们在石化虫生术未完成之前 受到干扰 那批人 就是为了找黄金的 不过最后 全部被机关和千竹虫杀死 但是 山洞上边 几层的巨型千竹虫 都被他们清理了 如果不是 你当初不会这么顺利 来到地下广场 秦宇心想 那帮人应该就是 九三一部队的人 龙龄将所有东西 告诉秦宇知道 之后 就等他慢慢消化这件事 忽然间 听到 啪一声 有一样东西 跌在地下 秦宇看过去 就真的笑出声 原来是小狗 他见 爪卫不穿那个气泡 竟然用了嘴 一口石落气泡倒 猜不到就真的行 只不过 他是傻傻的 他是咬自己脚底那块 结果就由空中 跌在地下 他爬起来 意起爬牙 好像很不开心 对着龙龄 呼呼声地叫 秦宇一开始 担心他们两个会脚抽 但是后来他发现 小狗就虚张声势 他虽然狐狐声地叫 但是爪仔就慢慢向后退 最后一个转身 跳上秦宇身上 跳到上他肩膀之后 小狗又开始咬牙松缸 他很生气 还想叫追影 一起对付龙龄 看来 他知道龙龄有多厉害之后 就开始会拉帮结派 秦宇把小狗拉下来 不停摸他的头 安抚他 一边摸一边就说 现在事情的真相 我已经知道了 那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的 其实我出手救你 原因很简单 那个风水师 已经由雕像里面出来了 虽然最后一步被你破坏了 但是 勉强算是重新成功 现在他肯定去那个秘密空间 一旦被他得到秘密空间 那个高人留下的东西 他第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来吞噬我 所以 我救你 都是为了救自己 我没有办法离开这里 甚至之前救你 已经耗费了我大量的能力 现在只能靠你去阻止他了 那么那个神秘空间 应该怎么进去 那个空间 就是黄泉水的源头 你现在顺着那个方向 一直向前走 就会见到有道门 不过这道门 被高人设置了阵法 不是那么容易推开的 那个风水师去那儿了 不过你放心 你很难遇到他 那个空间 其实是一个层叠的空间 你和他 就算同时去到门口 你们都不会见到对方 因为你们不是身处同一个空间 秦宇望了一下龙龄所说的位置 那里隐隐约约有道光传出来 就好像一种灵魂的呼唤一样 叫他快点过去 龙龄说 我先医好你 你再过去 他所在位置七色光球 马上转动起来 然后一道七彩的光芒 射向秦宇心口 一阵柔和的气息 扩散到他全身 他可以感受到 自己身上的伤势 在快速地恢复 五藏也慢慢复毁 好了 你去了 希望我没有看错 你可以成功得到那样东西 秦宇望了进入头 将小狗放在自己怀中 握着追影 就走去那个方向 走了没多久 看到有一道青灰色的石门 看到这道石门 他又想起那道青色石门 那道石门后面 是不是一个独立的空间存在呢 这两者之间 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呢 石门上面写着三个字 有缘角 有是朋友的有 缘就是因缘的缘 他见到这三个字就笑了笑了 心想 这个地方叫有缘角 不知道会遇到哪个有缘人呢 当年 那两个风水师 就是拦在这道石门外面的 无论用什么办法都好 就是拦不开到石门 石门上面有很多 很复杂的符纹 纯宇望了几眼 头都昏迈 轻轻轻开 他说 哇 震发这么厉害 然后他看到 石门上面有条缘 那条缘 好像是一个锁口 他望了两眼 然后再看看自己的追影 咦 表情突然间变了 这个锁口的形象 竟然是好像一把剑鸟 而大小 很适合追影的剑杆 他于是拿起追影 将剑尖 对准的锁口 慢慢推进去 咦 剑身全部进去 只是留下剑柄在外边 刚才 咦的声音 是锁口转动的声音 说明将影 真的打开这道门的锁匙 只见石门 华光大方 上边的符文 闪过道道的红光 就好像一块 高速运转的电路图一样 一道道的光芒 在符文之间流动 最后汇集到 去中间的这条门线那树 后来华光消失 过了一阵 门线那里又射出一道光 循玉悦悦眉上眼 只听见 一射 石门打开 他省大眼一看 出现在他面前的 是一栋楼角 一栋真正的楼角 角门上边还有一块扁项 上面写着有缘角 见识过地底很多宫殿之后 秦宇的眼界已经很阔了 深山之中 有跟刘角 一点都不奇怪 何况龙龄提醒过他 说这里是个独立的空间 跟那山洞就没关系 秦宇先把绪影拿出来 不要漏掉他 拿着剑就走到刘角那树 他直接推开刘角的木门 只见 刘角入边 有一个带着割布 手执雨线的男人 坐在一个袍团上 笑吟吟的望实寻雨 他说 你来了 你就是恶龙先生 没错 看来 你猜到我在这里 一千几年前 我路过这里 就算到后世 有位小友回来 所以就留下了一道云念 就是为了等你 得到诸葛内经后 你对我肯定有很多猜测 所以我特地留一道云念在这里 要跟你解释一些 秦宇还没开口说 绪影就好像见到失散多年的亲人那样 好激烈地飙在恶龙先生那里 恶龙先生见到绪影 面口也有点贬 一抱 将绪影抱住 他说 小子 这么多年 还是大不透 追影就一直在恶龙先生的怀抱里 就好像一只诈嬌的宠物一样 那究竟 恶龙先生在这里 又会和秦宇说些什么呢 我们留下期继续说 欢迎你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超品上司 作者九灯和线 由陈家琪播讲 第四百一十章 天地之威 恶龙先生见到绪影 面口也有点贬 一抱 将绪影抱住 他说 小子 这么多年 还是大不透 追影就一直在恶龙先生的怀抱里 就好像一只诈嬌的宠物一样 秦宇见到这一幕 说不到的就假的了 绪影现在的恶龙先生 他从来没见过 而且他 现在好像一条蛇一样 卷着恶龙先生的手臂 他也是第一次知道 原来追影的剑身可以卷起来 不过妒忌都是一刹那的事 他更多的是替追影开心 追影当初会认自己做主人 是因为自己修炼了恶龙先生留下的心法 令到追影觉得很亲切 说到底 他只是个鼻胎 恶龙先生说 好了好了 坏儿子 回去你现在主人身边 我们以后还会有机会见 恶龙先生 恶龙先生制止着他 追影就唯有缘浮在胸中 哎哟 真可憐了 至于本体是怎样 我自己都不知道 而且 当时跟着我的是七星 而不是现在的追影 现在的追影 是属于你的 讲完 恶龙先生起起来 他说 当年本侯出南阳 三分以平定天下 佛艺而治国 陪伴本侯的是七星 而不是追影 秦宇啊 你知不知道当中有什么差别 这个时候的恶龙先生 跟之前慈祥那样 就完全不一样 他全身上下 有逼人的气势 他虽然站在那里 动都不动 但是秦宇就感受到压力 这个 才是恶龙先生的真正状态 朱葛母后 而追影 听到他们的对话之后 就默默地回到秦宇身边 秦宇拿着追影 一点都没有怪责他 反而小声地安慰他 这个时候 恶龙先生目光如电 他望着秦宇身后说 有一个不戴眼的人入了来 我去赶走他先 秦宇转转头一看 发现刚才那个男人也入了来 他站在角楼门外 他的样子也挺开心的 但是当见到恶龙先生之后 整个瓶住了 然后竟然想都不想 掉头就跑了 恶龙先生说 来了还想走 然后他的手轻轻向上一刺 那个男人好像被盖力吸住了 一路拖到角楼门口才停下 他整个坐在地上 他说 你是谁 他一点都没有了之前对付秦宇那种气势 石化床生上 施展这种邪述的人在我眼中 就等同意虑 想不到当初那个人 是成为你的踏脚石 恶龙先生看着那个男人一眼 大概知道这件事是什么的了 你是一流云念 你不要理我这么多 我现在离开这里 我们河水不犯井水 你不要逼我 如果不是大家抱着一起死 那个男人望着恶龙先生 他开始没有像之前那样害怕 而且他认得出 恶龙先生只是云念所化 而上司对付云柏是有方法的 恶龙先生笑 他说 抱着一起死 他左手突然凌空一压 那个男人就漂浮在空中 完全控制不了自己 你逼我 那个男人双手连画几道符文 向着恶龙先生打过去 吓 雕虫小记 都敢拿出来献丑 恶龙先生站在地上 动都不动 任由这几道符文打到他身上 只见这几道符文光 融入恶龙先生体内 完全消失了 有什么可能 你一道云念 中了我的铺云符 为什么会没事 米粒智光 都敢同日月增肺 秦宇 你看清楚了 今天就给你看一下 什么叫做天地智慧 他在港元 目光如电 整个人的气息暴障 一声 一声 一步踏出 全身气场击射 秦宇的手当其冲 感觉到体内的念力疯狂地运穿 一早就不受他控制 跟着 他见到自己也都沿浮在空中 跟那个男人摇摇相对 秦宇的嘴不受控制地打开 说了一个字 淋 九字真言的起手字 他明白恶龙先生想怎样 恶龙先生 现在是控制住他的身体 施展九字真言 跟陈建峰施展九字真言不一样 他这个淋字一出 天地间 导音凡窗 一流流的导韵 就在空中流转出来 那男人见到 他怕了 他没有恶龙先生的眼神充满恐惧 那种是绝望的眼神 七品上司根本就不是他可以反抗 他之前对付秦宇 就好像等于捏死那只矮一样 现在他在恶龙先生眼中 也都是跟那只矮差不多 他说 言出道趣 怎么可能 你已经踏入七品上司的境界 恶龙先生没理他 双手在下面画了符文 这个符文一画完 不然陈宇又说多了一个真言 冰 这个字一出 四周围的气温瞬间下降到冰点 接着千军万马奔行的声音 在高空传过来 一股凌厉的杀机 直接锁定了这个男人 奇怪的是这个男人没害怕 反而很平静地望实寻雨 他说 冰锤发出 我到新阵 可以死在这个发出之下 也都算值得了 过了一阵 一股恐怖的气息 由上空传过来 一下子就将个男人直卷入去了 那男人周身的气场 已经完全扭曲 秦宇转到对眼睛大一大 都看不清楚 这个男人周身一丈范围内的任何事 等到所有东西风平浪静之后 他再望向那男人 但是那男人已经不在这里 秦宇奇怪了 然后听到恶龙先生说 秦宇整身震了一下 再次掌控身体 他回到地面 他说 恶龙先生 不要问 你现在盘腿坐下 好好感慕一下 刚才施展九字真言的过程 将会对你以后的路 有很大的帮助 听到前辈高人都这么说 秦宇就马上盘腿坐下 开始慢慢体悟 刚才九字真言的体会 那种掌控天地之间的感觉 实在太美妙 就在他盘腿感悟的时候 他说里面的小狗 又开始搅搅振了 他的头子 在秦宇衣领那里伸出来 那对眼就四周围的望 当我望到恶龙先生的时候 他又很害怕地将头终回去了 恶龙先生见到小狗 他就说 玉兽 你躲起来干什么 怕我找你算账 小狗知道被人发现 他就很小心地退了头 然后两只手仔 揪了几下眼 滴大对眼望着恶龙先生 好像很不可思议 你还是这样的 弄古做怪 一点都没变 当初在地宫里面 你还捏到我几条狠 小狗 小狗滴大对眼 向上望了望 好像扮了想东西 似乎在那里说 是真的吗 我忘记了 我真的想不到 那个老道士 肯放你出来 看来这么多年 他都开始看法了 我们当时就选了不同的路 到底谁那条路才是对的 都说不清 千年的布局 到最后又会怎样呢 时也 明也 说完 他又望回巡语 他这个时候 已经是陷入了 物我两亡的空明境界了 根本就听不到恶龙先生说的 循玉在那里思考着一个问题 四品五品 利用的是地墨之器 而六品 利用的是天地之威 但是 到底什么是天地之威呢 在广州 两龙争道 双双允乐 天降业业 这个就是天地之威 工业园区 破阵龙柱 斩八旗 得龙物反暴 何尚又不是天地之威呢 好了 亡山地公之行 上青宫损失百年气运 整个道观 被天雷势击 差点就毁于一旦了 这个 何尚又不是天地之威呢 几百只初焰被活埋 大焰以命换得天奴 恶人伏诸 同样也是天地之威 秦宇每次落笔画符的时候 最后一笔画成 那瞬间是与天地相拥 感不到的是赋予符文上边的力量 也是天地之威 秦宇开始有感悟 好了 讲到这里买个关子 到底他感不到的天地之威是什么 我们留下期继续讲